机动市议员郭美秀在总质询时指出 青年电动机车是否应该降低资费和绑约年限 吸引更多年轻人支持这项政策呢 你曾经说过年轻人买电动机车 他的资费太高了 他的绑约也五年也太长了 那是否也希望能调降他的价钱 机动市长谢国良达讯是强调 已经和部分业者协调好 持续推动这项好政策 他原本是599绑约五年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他们愿意来调整 所以目前最新的方案就是说 Ionex在这个I1 就是比较便宜的那一款的部分的计价呢 他会把它降到499元 然后他的这个绑约呢 也愿意从5年把它降到3年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 我觉得方案有比以前更好 所以简单跟您报告 现在有一个方案就是499元 绑约三年 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原来的方案大概是可以跑400公里 可是新的方案因为他们要随着调整价格 所以这个方案大概只能跑大概180公里 可是我们觉得现在很多青年朋友 其实对于这个他们的里程数 他们常常是双北的一个通勤组 所以他们可能骑到火车站附近 或骑到客运站附近 他们就放着了 然后坐着客运跟火车去通勤 就是我们俗称的1200月票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另外郭美秀也建议市政府应该要规划 新建跨基隆港的东西岸跨海大桥 对于发展基隆市港的交通和观光 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如何将不可能的任务成为可能 东西岸跨海大桥 它能带来哪些发展呢 你看我们现有的到 现有如果从西岸到东岸要45分钟 然后它的长度是638公尺 那我们如果做了跨海大桥呢 它可以节省我们车辆的分流 距离的缩短 包括时间也缩短了 我们做了这个跨海大桥的话 它总长才252公尺 整整可以节省386公尺 那这个效益那么大 为什么我们不想去做呢 这个真的我们基隆市的涌塞问题很严重 像每次我们办大型活动 你看 插鸟后的两边都是大塞车 市中心也大塞车 然后垃圾塞车都是大问题 那大问题甚至于要经过东西岸 本来是四五分钟就可以过去的一件事 结果要拖半个小时 塞车塞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你看如果我们跨海大桥 在盆湾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开桥秀 然后在桥上我们可以放烟火 跨你的烟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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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